這個萬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其實就是落實我們早前公佈的 基層醫療發展藍圖的重要一步 這個計劃就是針對我們 篩查高血壓和糖尿病 兩種最常見的萬性疾病 政府會資助篩查 萬一如果市民確診高血壓和糖尿病 都可以獲得政府資助在家庭醫生跟進 以及有其他專業團隊去治療跟進 參加資格其實很簡單 凡是45歲以上的人士 過往未確診糖尿病高血壓都可以參加 計劃是會11月中推出 在這個計劃下 市民要付共付額 我想很簡單是兩個數字 第一是市民的共付額在西茶那裡是120元 萬一如果確診了糖尿病或高血壓 往後市民可以最多一年有六次資助的治療跟進 在治療跟進裡面 每次市民的共付額是150元 包括藥 65歲以上的市民 亦都可以透過醫療券去支付這個共付額 下助了 12月以下 4月 0月 上市民的努力 現在 最終的